HELLO 大家好 我是謝秉明 歡迎來到開箱找秉君 今天呢 我們來到日本大阪 Osaka 我們現在在燒肉立丸的千日前店 地名我都記不太清楚 這個千日前店 它在Google的評論上面有2300折留言 然後它的心心數是4.5 在日本這邊好像也算是 因為也解封了好幾年沒出國了 很興奮 今天終於又可以給大家在出國的吃拍啦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箱啦 好 各位觀眾 我們已經點下去了 我們這一次選的是 這個 的套餐 再加上飲料 因為我們想要喝油酒精的 它就是1400 以上都是不含稅 稅的話 價格大家可以再來看一下 我們目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吃得到 然後什麼酒應該都喝得到 所以先等餐點上桌吧 黑浪 一酒也來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牛肋條 這裡應該不只牛肋條啦 這個是橫河膜 肋條 肋條 小菜 小菜 牛舌也好了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就來吃一下這個牛舌 來 牛舌 應該要搭配楓鹽醬 它牛舌很好嚼 還不錯 牛舌是好吃的 這是腐胸肉 非常的猛 在台灣你看到這種厚度的嘛 很少啦 因為通常都這樣子 切一半再給牛肋條 它肋條有分大份跟小份的 這個是大份的 然後這個是小份的 小份的 對 它後面還有一個 看起來很瘦的 就是菲力嘛 這是禮肌耶 禮肌喔 禮肌怎麼會點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是set的啊 它是一個拼盤這樣子 腐胸肉應該可以不用吃全熟吧 不用全熟 肋條才要全熟 逼出它的血是嗎 對 它的 我記得日文它叫哈拉蜜 哈拉蜜 哈拉蜜 如果有錯的話 歡迎直接在下面泡紅 直接鞭我 直接鞭他 不懂莊懂媽的欠揍 我可是有在牛舌工作的 它曾經是高考店的資深員工 哈拉蜜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凱傑跟阿岳 Yeah 但他們沒有別麥克風 大家可能聽不到他們講話 不好吃嗎 白蘿蔔不好吃 白蘿蔔不好吃 那個香味沒有進去 白蘿蔔的絲條感很重 就感覺好像 色色的 對是色色的 就是老的蘿蔔啊 對對對 欸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再來敲一次杯 我這次用相機錄影 光度 素胸肉 大白剛剛說要把血逼出來 對不對 差不多了我覺得差不多了 欸很多汁欸 外表是有點焦焦的 會感覺它沒有什麼油脂那麼多 可是它汁水多 然後不會澀 肉不會澀 然後我們現在再烤新的一輪喔 期待它 好我們猜測它是牛小排啊 我們等一下試一下 因為牛小排味道蠻明顯的 一吃就知道 來一塊肥的好不好 肉片的牛小排不一樣 好我來試一塊肥的 肉來試一下 加一點蔥鹽 好我試一下它是不是牛小排啊 不是牛小排喔 應該不是 因為牛小排會有一個肉質 肉味道比較重 我再試一塊啊 可是是好吃的欸 欸我只能說它的肉就是 整體來講 都很OK啊 餅質都是不錯的 不會說有哪一個特別雷 可以吃到特別好吃的 像我覺得父兄跟牛舌 很屌 來這邊光吃父兄跟牛舌 兩樣就回本 我覺得那條的血味蠻重的 我建議你們那種血水比較多的 沾這個鹽醬 這個鹽醬嗎 然後這是燒烤醬 我的剛剛都是沾燒烤醬 還沒沾過鹽醬 鹽醬的話它也就是用蒜下去貨 喔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看出它那個蒜 欸大白最旁邊這塊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牛小排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不是吧 可是你看喔 這種牛小排跟台灣的牛小排差多多 對啊這看起來像和牛欸 油花的分部來講 真的是差很多 沒有但剛剛那個是五花啦 應該是五花或沙朗 可以先幫我烤一塊 我試試嗎 那你要肥的嗎 肥的我要肥的 尾和牛 尾和牛 專業鹼喔 哇這個看起來很讚喔 這個斷面很漂亮 對啊 你看這個切面 來 這一塊 這個等一下會很有口感 這個尾和牛牛小排 來 我來褲子 它除了那個丁的部分以外 我覺得這完全是像和牛 一塊那麼稀的就像和牛吧 也沒有那麼誇張 我覺得牛小排是真的很好吃 腹胸肉我來一塊囉 一整塊 胸腹肉好吃欸 一定好吃的啊 肉好吃 好了吧 可以了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收割 收割收割 收割 好豬舌來吃一下 豬舌應該比較厚切一點 然後是塞酒 因為我剛剛早上講得到 豬舌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脆脆的感覺 它的口感我很喜歡很像雞針你知道嗎 松阪豬來了 對然後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桌面 我們現在是幾萬 你在吃四五萬的嗎 我吃的是 薄切的牛小排 其實是味道很不錯 然後也是偏肥一點啊 大白覺得它的柔化很像 然後我們現在在烤松阪豬 松阪豬準備當中 沒錯 等一下來試吃給大家看 松阪豬來囉 好我現在來吃松阪豬 然後松阪豬理所當然就是 蔥鹽醬的份啊 好啊 好吃 絕對好吃的 拜託 松阪豬是一個 非常非常耐烤的東西 他們家的松阪豬 有讓我找回 以前吃松阪豬的感動 單點店的感動 欸我覺得松阪豬 完全可以再點份 可以啊可以啊 立王咯招牌聖代來囉 有一個鯛魚燒耶 這個是阿岳點的 因為我不愛吃甜食 來 掉到鍋子上 內臟類 這個是牛大腸 我很愛吃牛大腸 因為它其實這個油花就是牛油的味道 但是你烤完之後 它這邊很有嚼勁 所以人家把它油整個烤到化掉 然後它就跟QQ扛一樣 這麼厲害QQ扛 很爽 來介紹一下別的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牛味吧 然後這個是我再點了一次的 腹胸肉 這是牛小排 這是牛肝 牛肝的話它味道其實也蠻重的 但我是選味噌醬去把它味道壓得更 不要那麼明顯 因為它的血味會很重 烤得好的話是有點像 味道很香的豬肝 對豬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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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這個齁 一定要這個皮先放在烤網上 讓那個油自己慢慢流下去 不然你整個都會炸開 喔期待喔 欸牛肝來一下好不好 牛肝這麼快就要牛肝 好我們就等它烤完吧 就這樣 看這個牛肝看烤得多漂亮啊 可以吃了嗎 還不行 等一下 多久問一下 等它再一下下 至少讓它涼麵 涼麵都有 都滲過去有熟的感覺 好 牛大腸 我來試一下 它很香 我如果沾這個蒜蓉醬 對啊 它很香 口感很特別吧 很有嚼勁 它咬進去就是一整塊的肥肉 可是很Q 對 重點是它的牛油香 可是它的牛油香 牛肝要不會讓你覺得說我在吃肥豬肉 可是味道很重 它是好吃的東西啊 牛肝要烤多久啊 牛肝我是覺得差不多了啦 那我可以來一塊了嗎 牛肝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東西 因為聽大白敘述的好像很屌一樣 對啊 喔 特別吧 一個很重的肝味 我覺得有點筋的口感 比起豬肝好像沒那麼乾 更有水分一點 比較濕潤 吃起來不會嚇嚇的感覺 對 它的那個肝的味道 比起豬肝是偏甜一點 鮮美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它是醃味噌嘛 對啊 味噌反正是比較甜 對 牛肝算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 所有東西應該都試吃過一輪了啦 就是肉類的部分 特別講一下它沒有海鮮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呢 出去做一個種甜 先量 那麼我們已經吃完了今天的燒肉粒丸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最後的心得 覺得以目前這樣的消費 我們一個人大概是一千塊 這個消費啦 吃到這樣等級的肉 覺得非常OK 包含牛舌 松阪豬 牛小排 其實這三樣都非常的令人驚艷 它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今天我覺得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吃到任何的雷的東西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點的任何東西 幾乎都是很好吃的 像什麼牛 大腸 牛肝 也都別有風味 也在台灣很多的燒肉店 點不太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這樣吃起來 一個人一千塊 然後吃到肉的品質 又還不錯 如果有來日本的話 非常值得來吃吃看 這間店算是連鎖 它的店家數量好像還蠻多的 包含在大阪這一帶 就我所知 比較近的地方 新災橋店 還有這邊 它的店的數量其實在都會區 算是還蠻密集的 也就是大家去日本 可能會去的地方 我建議預約一下 可以來吃吃看 這個吃起來真的不錯 會讓你大開眼界 是很好的一個燒肉店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 開箱找品君 好啦 那麼今天就這樣 謝謝你們 晚點你們 掰掰 阿月掰掰 掰掰 快來吃燒肉粒碗 好吃好吃 推薦推薦 掰掰